你们真的挺羡慕 还有点遗憾 遗憾没机会拥有孩子 放心了 不是一语 就是感慨一下 再说 好像你比较吃亏 为什么 你要是娶了我 我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孩子 你已经给了我一个世界了 什么时候别那么会说话了 我正在学怎么当人家老公啊 那我们结婚吧 可是你不是还在担心头疼吗 是担心啊 但我也想明白 不能再这样了 结婚和帮助他 并不成错了 我是为你而来 恶不在乎穿越 绵绵上脉 你 给我的精彩 你给我的精彩 小心小心 谢谢谢谢 小心小心 谢谢 谢谢 大夫 你走走科了吧 这是妇产科 我就是来看妇产科的 你一个男士看什么妇产科呀 我老婆 你让她进来吧 她进不来 怎么进不来 您这门太窄了 要不您出去看看吧 大夫 这干嘛呀 大夫 我老婆有新疗流产迹象 那为什么要躺在这上面 东西还挺齐全 她已经流产三次了 我们是真的怕了 这次怀孕 除了上厕所 她基本上就没坐上面下来过 习惯性流产 孩子还好吗 有些虚弱还要做检查 不过根据经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想做伴郎吗 夜死答应了 太好了 什么时候啊 下礼拜 这么快 我不想再等了 我们都懂 我看我 你这事 办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 不是跟你说过嘛 遗传学精子库需要补充啊 你全忘了 不是 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弄 万医生 你在尴尬什么 我们是为了消除病痛 为了人类的未来 我们是为了医学 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那你可以自己弄啊 我在筹备婚礼啊 赶快啊 加油 我婚礼你穿帅点啊 你好 万医生 最近咱们的遗传病研究 有什么新的方向吗 我这两天都有时间 苏苏 我正好有个任务要交给我 来 你坐 你坐点 看一下啊 什么任务啊 搞到这么生生秘秘的啊 嗯 确实有现照流产的症状 幸亏鼻伤显示 把握没什么问题 医药表 吃二运红片 防止运气速不足 流产三次 也算酒病成医了 情况还没有确认 不要乱吃药 假装腺 黄体功能 染色体 还有死供检查是吧 你还真知道挺多的 这些都检查过 那上一次检查结果是什么 我到哪儿照了遗传病的精子啊 别激动 你先坐 你先坐 苏苏 你是一个医生 我们研究这些 就是为了消除病痛 为了人类的未来 再说 你又不是没问人家要过精子 而且我们是为了医学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 你怎么不自己去呢 我这不是忙着筹备 俊博和叶子的婚礼吗 叶医生同意了 太好了 对呀 所以这个坚决的任务 只能交给你了 不是 我 总不能逮着人就问 你的精子有病吗 这样 我们先从咱们医院内部开始 你去医务科申请一下 然后查查哪个医生 有遗传的这种病史 好不好 温医生 你确定是让我去搜集吗 就是你 可能有遗传病史的医生 可能有遗传病史的医生 还得是难的 有了 喂 喂 陶主任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找您 您在哪儿啊 我在仁雅 太好了 那我现在过去找您 我现在有事 十分钟以后 再休息去见 你怎么来了 找你有事 你在干什么呢 嗯 这个床够另类的 嗯 自制的 他们什么情况 男的叫梁英 女的叫高芳 高芳 习惯性流产 什么原因 他老公认为 是黄体发育不良 孕童分泌不足 认为 那就是说 事情不是这样的 做检查的时候 他特意把他老公支出去了 还求过我 我习惯性流产 不是因为黄体发育不良 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结婚之前 我有一个前男友 那时候太年轻 也不知道保护自己 所以 所以我 所以就做了人流 做了几次 五次 你不要告诉我老公 多次人流造成习惯性流产 现在是后悔了 但已经晚了 她很爱她的妻子 你也看出来了 你答应替她隐瞒了 她怕她老公知道真相之后 会离开她 所以啊 有时候善意的谎言是必要的 我尊重她的决定 但并不代表我赞同 感情 不应该建立在谎言上 对了 那么晚 找我干吗 编组编说吧 嗯 晚安